HELLO 继续跟大家分享 传统杨师太区拳精简十五诗 第八诗 提手上诗 第九诗 手会琵琶 我来示范一下 第七诗 经济独立 第八诗 提手上诗 左脚 踏回原地 右脚踏出 脚跟着地 脚尖立起来 手一前一后 立于胸前 右手在前 左手在后 中心坐实 左脚 这个就是 提手上诗 第九诗 手会琵琶 两手向左边 向后滑一圈 回来 右脚 踏实 中心坐实 右脚 左脚 脚跟着地 脚尖立起来 然后 反过来 左手在前 右手在后 一前一后 立于胸前 这个就是 手会琵琶 它一左一右 名字不一样 我再来示范一下 经济独立 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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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 向前推出去 手会琵琵琶 手会琵琶 牠的招式左右 所以名字不一样 所以牠的用意 牠的含义 牠的前面的脚 脚建立起来就是它有一个勾的意思 就是勾的用意 就是勾住对方的脚向前一放 对方就可以出去了 或者是 绊着对方的右脚 然后向左一旅 把对方绊倒 或者是 横踢 横踢左拉 对方这样的用意 然后左边也是一样 横踢 然后勾住对方脚 放就行 或者是半倒 对方它的 用意是 施架 提手上是跟手会提拔 那么在太极拳演练的时候 它就是点刀剂子 点刀剂子 让你看就是它的连贯动作 但是它的含义又不一样 那么太极拳 它 演练套路的时候 然后可以让我们输精活络 然后输精活络 然后输精活络 就是运动 输掌大方 然后用 用方面 它有一个 每一个招式都能拆出来 另外运用 就是说 在加身 如何运用 那个是要另外在每一招拆开来练习的 那么在如果是我们在用加上呼吸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气功 所以太极拳它是高深莫测 是非常深度的一个运动 接下来我们由第四起式到第九式 手会笔拔 我们开始 起式 第一式 起 下 南雀尾 红 红 鱼 子 按 按 收回来 左南七味 红 鱼 子 按 按 收回来 拔一颗亮式 右拔一颗亮式 玉女穿梭 左玉女穿梭 脚扣回来 右玉女穿梭 左玉女穿梭 右玉女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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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匀手 金肌独立 左金肌独立 左手上市 爪一个圈 手会琵琶 第九次手会琵琶 就演练到这 大家多多学习 多多练习